我们周遭身边周遭有很多男生 就是觉得他赚很多钱 好像就在家里面高人一等 然后就觉得他可以遗子气死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不公平 就是说我确实看到大部分在 就是我们在谈婚姻的时候 男生第一句话一定是先说 我年薪多少万多少万 我自己作为一个离过婚 很实际的人来讲 对 没错 男生的收入 一定要有一定的水准 要不然像我小时候 我光是要缴学费注册费 小时候我心里面都充满创伤 是因为我去跟我爸爸妈妈要钱的时候 他们那个表情会让我觉得好像 我给你们造成麻烦 可是问题就是我们爸爸不要贪心 那那个表情长怎么样 就是那种你放这就好 他就是会爸爸妈妈 你放这就好 就是那个注册单嘛 可能就是三千四千 然后你跟妈妈讲 妈妈就是那种 你放 因为他没有钱 然后他不能告诉你 所以我小时候就记得这件事情 我也必须诚实承认 就是我从小到大觉得结婚或是挑男朋友 第一件事情我要先确认你的经济状况是OK的 但是走到现在 我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 你嫁得老公多有钱 都不是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满足一个最低的条件嘛 就是说房租啊 或者说出去旅行啊 生活的条件要OK 但是如果多到一个程度 但是你在他心中 你不是他的宝贝 或是他不想要跟你一起过好日子 他的钱就是他的 所以像说男生现在跟我说他年薪多少 我不会动心 因为我太清楚我自己走过那段路就是 我前夫家多有钱 他一块钱都不要花在你身上 我那时候在我前夫家的时候 他每个月我去帮他们家做事 我每个月三万块 可是我在PMG的时候 我以前的薪水 我第一年年薪就破百万 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 可是我结婚之后去帮他家只剩三万 然后后来被扣到剩一万 为什么 他就说 做得不好吗 对他就说好像你也没有那么忙啊 他就一万 其他你可以自己去看 所以有钱又怎么样 重点是他有没有想要跟你一起 分享这一个财富 然后呢 你们坐飞机的时候 是一起坐商务商 还是我很累 所以我坐商务 然后你跟小孩做经纪 就有这种男人 天啊 一个月给你一万 有年转账金吗 当然没有啊 年转我就可以碰碰好不好 就是过年过年 媳妇就是要去打扫的那种 所以你说大家很风光 我还印象 那一万块是你的零用钱是不是 对 他就是一个月薪水 他就说这是薪水 给我一万块 这样子其实违法 是啊 是违法 我们也连法都没有违 因为 因为基本工资不是这样 因为他是黑户啊 不是黑户 不是黑户 这件事情最可怕的 就是刚刚讲到嘛 男生都会说你月薪很 就是他说我六百万 你在外面做一个秘书 两万 三万 不要做了 回来我养你 好啦 我养你 是用鲍鱼鱼饰养 还是用狗粮养 你知道男生的我养你 可能就是给你一点点钱 像说给你两万块 他就觉得很多 可是这两万块还要菜钱 还要小孩买玩具的钱 跟男生说我给你两万哦 然后他就说我赚那么多 你赚那么少 你坐在家里 可是男生会忘记一件事情 人不是只是吃饱 活着就可以 那个女生也有交朋友的需求 去上班的时候 你赚的不是只是薪水 你还有一种 个人的事业 对 个人价值 个人实践 我有我的朋友 我有我的同事 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什么 可是男生往往就觉得 太太就是在家里 帮我照顾小孩 然后我让你住好的房子 然后吃饭不用烦恼 这样还不够吗 工作也是一个成长是不是 工作也是跟社会接触的界面 对 其实那个价值 不可以用钱横移 太太要有自己的生活圈 交友 交往圈 因为我自己之前 生完小孩之后 我在家里带过一段时间 我真的觉得那时候 觉得自己很不快乐 因为小孩每天在哭 然后我就是胖胖的 每天蓬脱 垢面 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 跟社会完全脱节的 我现在就在你这个阶段 你现在小朋友多大 两岁 对 这很辛苦 一个是不是 一个 你说你现在是什么阶段 就是每天带小孩 然后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 真的会 对 就觉得 我好像每天就是为了 小孩为了老公而生活 那我自己呢 我自己在哪里 厨师煮好吃的给你吃啊 厨师回家是不做饭的 这确实很累啊 厨师回家不做饭吗 不做饭 因为他已经很累了 所以你做饭给他吃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因为真的带一个两岁的小孩 你很难做饭 因为他会发生很多的意外 比如说你可能在厨房做饭 他可能已经爬到餐桌上去 站着起来 对 那你要是要顾他 还是要做饭的 所以我们发你来上节目 你也很高兴 我很高兴 对啊 可以啊 就觉得自己原来是有价值的 还可能就是 是被需要的 对 没错 被社会需要的 那我们让你这么快乐 被认定有价值 那车马费呢 车马费 也是要给 要给啊 就是因为有车马费 所以才有价值感 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给那个车马费 就觉得我是不被需要的 奸诈啊 就是付钱就是 才让我觉得我有价值 不然我会找别人有 我没有 是因为我没有这个价值 对 好 这个洪伟这边啊 有认识一位香港朋友 然后呢 像我们以 我之前在金融圈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有一些 聊得来的朋友 都会在一起聚会 定期会聚会 然后刚好我们有一个外派 从香港外派来台湾的一个高管 因为你知道外派来台湾 其实他的值等都会非常的高 然后我们就开始认识 然后一开始 我跟他碰面的时候 你就觉得他好像是 从偶像剧走 出来的 因为很挺拔 然后那个穿着 就是三件式的西装 袖扣啊 你会看到说 他的品味确实不凡 然后跟我们聊的东西 他什么都可以聊 聊帆船 聊手表 聊雪茄 聊红酒 我们有时候会看一下说 我下辈子要当某某某某 我们都很希望 能够变成像他这个样子 因为他谈吐又很温文如意 学识又多 又是一个金融业的高管 然后呢 但是我们就很奇怪 以你在我们心目中是 可能是男神那种 虽然他没有长得非常的帅 但是至少是干净的 然后我们就想说 奇怪你来台湾 都没有听到你在介绍 你的面外一半 他说他其实来台湾 有一个很大的目的 他想要教台湾的女孩子 因为香港人 其实很喜欢台湾女孩子 他会认为说 香港的女孩子 讲话就乱乱乱乱 大声 真的吗 就好像在吵架这样子 他们又很温柔 但是台湾女生就是非常温柔 所以他当初来 而且很疲 绝对 对 台湾女生很疲 像个男生有这样的感觉 像个男生认为台湾女生很疲 讲话很温柔 就是像你他在 中益节目上看到的 就是很温柔很疲 然后就是他们梦想中的 女朋友的样子 后面大哥你可能不晓得 我们这个出去招招有没有 然后整个亚洲啊 其实台湾的女生是最次项的 最受欢迎的 我给你保证是最受欢迎的 就连这个什么中国大陆 日本 韩国 台湾的女生是最有价值的 然后呢 是 然后他说他其实当初 其实他是自己请调来台湾 他会认为说 其实台湾女生真的是他 因为 是他人生愿意走下去的 一个期许这样子 那OK 那我们就很认真想说 这么棒的男孩子 我随便介绍一个女孩子 我也很有面子啊 因为毕竟条件这么好 那所以那时候我帮他介绍了一个 香港航空公司的空间 然后第一个就是因为 他们刚好有地缘的关系 他们也都在香港生活 然后呢 外表啊 身高啊 也都是蛮登对的 就出来了几次 而且重点是这个男生 还很大方 他约我们出来 或约这女生出来 都是不是乱七八糟的餐厅 都是有挑过 然后正是有品味 有诚意的 然后也喝酒 也都不是说拿餐酒就打发了事 不是真的是高档的 有不便宜的东西 然后有一次呢我想说 既然他们这样子约会也 一段时间也差不多两三个月了 有一次他我们想说见机行事 想要也鼓励这男生 赶快要我下一步 所以他就约我们一群 四五个人到他家去玩 我们就约到他家 你知道当我们去他家的时候 因为他是在信义跟松寿路那边 甚至高级住宅区 因为你外派会有一些 房屋的补助等等 当我们到他家的时候 因为高楼层 然后窗帘一打开 你可以看到信义去的时候 我是女生我都会沦陷 老实说啦 然后一进去又有画 又有一些很有品味的 一些家具摆设 我想说今天约我们来他家 应该他们两个应该是 没有问题的 结果我们就喝了 喝他们家的酒 贵的酒喝 喝一段时间 那我们跟我的朋友也蛮四项 想说我们有事我们就先离开 然后这个女生也没有主动说 要跟着我们离开 我想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先散了 结果过了三十分钟 我就接到这个女生的电话 而且用气音 她说 喂 待会你两分钟 播电话给我 我说为什么 不管你就播电话给我 就把手机就 他这个手机就切掉了 然后我想说 是不是遇到什么样 奇奇怪怪的事 我也真的过了两分钟 我打电话给他 他就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 就讲一些我听不懂的话 然后就好 我待会过去找你们 我就把我切掉了 然后我想说 奇怪你怎么叫我打电话给你 你又是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结果后来他过了二三十分 因为我们后来 因为去别的地方 他就跑到我们 在来的路上 他就打电话问我们在哪里 就跑过去 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 他跟我讲说 你知道我刚真的吓到了 我说什么东西吓到 他是很变态还是什么 他说不是 当你们离开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在沙发上面 就是轻轻抱抱什么的 然后呢 他就身上 当然男女生都会摸来摸去 摸来摸去 他突然摸到一个 像唇膏的东西 他吓到了 然后在那边摸摸 他就觉得好像不是 他认知的那种尺寸 叮叮 对 叮叮 然后他赶快跑到那个厕所 打电话给我们 他不知道他该怎么 继续走下去 因为原本这女孩子 期待就是说 我可能会跟他有一个 美好的夜晚 结果没想到 这男生的那画儿 竟然大小跟唇膏一样大 那我刚刚剪辑 这个问来宾 那Selina有戴 这就是Selina的唇膏 对 对不起 你这是我要用这一根 会有音乐吗 会不会想到这件事情 会想到 好 那这唇膏要那个 盖子拿掉 是的 然后把这个转出来 这样 大概是这样吗 是 它跟我形容就是 差不多这样子 就有点像 你在吸那个珍珠奶茶的 那个大根吸管 的那种感觉 OK 那他说他当下是 整个就是晴天霹雳 就是脑袋一片空白 其实他那时候已经有陷入 这个男孩子的一些感情 他真的很爱这个男生 然后他又有健身 又有品味 聊天谈论什么都没有问题 就要在期许有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发现有这样子这么大的问题 他就赶快打电话给我 叫他就是找乱编一个理由 他就赶快脱离他 那我想请教一下 先下就是说 那这样子女生就没办法满足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女生 坦白讲如果看在她 如此有品味的份上 有的时候我是觉得 摸不是那么地准 你怎么知道 你真的是摸到她的什么 对 所以我是会觉得说 我会建议说你先试试看 可是她是硬的 她说她是硬的 我知道 可是 当然就是说你硬 可是我觉得你放进去 搞不好你 你也许尺寸会合 那也许这很难说 可是我觉得总是先 鞋子先试穿 对 搞不好会二次生长 对嘛 先走一走 对 你先放放看 走一走 看不看觉得怎么样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我们再放弃 也无可厚非啦 其实对我们气质 最高兴的事情 她说看到条件好的男生 好像上天是公平 你看 他们性都有问题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我们不是讲说 我们下辈子希望 变成她吗 我快听到这个东西 我说我下辈子 我还是不要当她 我当我自己就好 她说真的是这样想 是是